请注意我和超前部署不下广告 不成立LINE群主 如果叫你加LINE就是诈骗 记得哦 台积电的前阵子股价涨高了 所以现在因为在本益比35 33这么高的位置 它除非都是 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 下来是合理的 所以川普当前 会不会影响台积电的金元补贴 我认为机会会下 所以川普就像你刚才开始讲了 极为聪明的生意人 他也知道台积电不进来也不行 但是台积电也知道 去就去 该涨价的时候就跟每一家涨价 大家好 我是杨利 欢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探讨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台积电 这波修正的幅度高达13% 现在是加码的甜蜜时间点吗 以及第二个议题的 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很多人都说 现在可以弯腰减钻石了 有拿机当好股票 现在可以抢着上车呢 马上欢迎第一阶段的大来宾 是华尔街的超盘手缺右上区老师 老师你好 严丽好 大家好 好 老师其实上个礼拜 台积电召开法说会 坦白说我个人是打120分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 台积电的这个法说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小股东都觉得 蛮振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魏泽嘉先生呢 他也提到了几个重点 包括他说呢 三奈米五奈米呢 这个产能是持续的吃紧 而且呢 极有可能呢 明年后年呢 产能是翻倍再翻倍 那对于AI的需求 他也提到 这次AI的需求呢 相比两三年前是更为真实 那更不要说资本支出 也进一步去上调 那当然呢 很多人就说 那川普呢 也说你要多付一些保护费呀 那这个魏泽嘉先生 也特别提到说 海外扩张的策略 是持续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呢 在美国 在日本 在欧洲的 这些相关的设厂呢 会按照计划去走 不过老师 我想直接先请教你 就是呢 而针对这次呢 川普说 台湾应该付更多的保护费 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各界 也有不同的神营 那包括行政院长 然后何硕 董事长等等 那当然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包括我们其他 这个投资界的朋友 我们都觉得 其实台湾 其实已经付了不少的 这个国防费用 然后也跟美国 买了非常非常多的武器 所以老师对于这件事情 老师会觉得说 这个是川普在恐吓台湾吗 还是说 川普就是一个商人 在商言商 可以要更多钱 何乐不为呢 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川普 因为现在选举嘛 所以川普这个 你可以视同是选举语言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 可以吸金又吸一些选票 所以他对这个东西里头 他必然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又会回到现实 所谓现实面里头 就是台积电的实力 那跟台积电的特殊的一个 战略位置的结构 我想应该不应该复会 当然国内就有两种 台积电当然是冷处理 就是说我们海外扩厂不变 海外扩厂不变 这个也没有坚决反对 我挑战你的说法 那这个海外扩厂的反应里头 也就两种 台湾因为美国 你控制了硬体暖体 所以不得不去 对吧 因为包括很多 这个所谓的 你离不开美国 他这些技术的一些东西 那美国赔钱 但是德国跟日本赚钱 所以抓长补短 其实而且你不去 你是全输 你去的话呢 你就是少某些东西掉一下 我常说他是掉 台积电必须掉一些芝麻 保住这个烧饼 那所以那各取所需 台积电的回应也就是 你说你的 你叫你的 我呢照我们的步调做 那你有这个需要 因为他有选举的需要 对吧 所以他川普挑这个 我认为是各取所需 那台积电做他的方向 所以台湾要不要互保付费 当然有这种意味 那川普搞得全世界都是 所谓的美国优先 就已经没有像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讲的这个 小罗斯福总统那样 是变成全世界的领袖 然后大家团结在美国下面 他现在就是 有一点没落或者那种 怎么讲呢 所以川普这一点也是一个 当然我想 国内政治或者台积电 应该有知道他的应对方式 就是你喊你的 因为你现在有选票需求 那我做我的 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强势在哪里 所以我认为倒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股价震荡难免 而且主要是 中国讲说这个皮肤无罪 怀必有罪 你本来没罪的 可是你身上有一块美欲 你就有罪了 所以台积电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意思就是说你太优秀了啦 你太优秀了 而且他可以一语两次 他一方面对中国来讲 前阵不是说他对习近平大力称赞吗 所以他可以有两手策略 一方面告诉你要增加军援 然后这个军援的目的就是你要多买火 多买一些武器 可以对抗中国 二方面跟习近平夸两句话 我们是body body 但是呢 这边的武器是在增加的 那而同时又可以跟台积电有一些 你要说办勒索也可以 或者办要求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箭三雕 还不是双雕 三雕 又可以跟台积电要一些筹码 又可以像台湾 多买一些武器 同时告诉中共 你不要轻取妄动 因为武器是增加的 所以川普其实是很聪明 非常聪明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人 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掉几颗芝麻 没有关系啦 我只要保住好吃的 漂亮的完整的烧饼 对不对 那老师其实刚开始 一开场的时候 我说台积电法 我个人是打120分 那我不知道老师你打几分 基本上我倒没有给那么高 那我大概认为是一般来讲 可能我给的话可能在90 90也不错 那少掉那10分是在哪里 基本上因为第一个 以他现在这个速度20到25 就表示有些地方 因为你去看AI的部分 其实都蛮强都超过 都超过25这样的一个速度 但是AI不能是他的全部 感觉苹果的部分还没有可以像灰达 跟这个其他部分那么大量带动 感觉他的点还没上来 这是好现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好现象 但是以20到25来讲 因为要支撑他的30到AD 33这样的本益比 是有一点点吃力 那所以但是 这次没有那么高也很好 他如果能够渐入加进更棒 因为AI整个的大取动路还没有 包括苹果的部分还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更好 就是你一次到天 到了高档反而不好 所以我给他90分 不代表是因为 他的本益比最近怎么讲 就是拉得很高嘛 所以这个预期拉高的时候 你的引语的速度 是20到25来讲 是不太能够支撑30到 35到40这样的本益比 所以修正 必然已经面临的是一个 跑不掉的事情 就是台积电 因为前面跑太快 那所以这个修正 那这个修正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 有些人 这个前面没有买 是这个1000块才进来的 所以我最近在影片中 一直在提醒大家 不要一波人 一波人涌进来之后 台北的这个韭菜盒 反而降价了 因为韭菜多了 那韭菜就降价了 所以我很不愿意见到 是这样 所以震荡开始难免 所以我希望 小知足在里面 所以分数不错 它本来就很亮力 但还会更亮力 我认为苹果 整个AI到达一个 一个点的时候 其他的 包括苹果的手机 如果也能够跟上 或许会更高 所以我给90是 我对它整个大环境 跟台积电无关 没有那么完全关键 因为它还是受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反而这次没有100分 是一件好事 就是留一点点小小的 我们不要说遗憾 应该是说苹果的单 没有那么快的放出来 但大家都期待新机 也许新机可能会有 带动新一波的换机潮 对 那这个就要9月 通常就发9月发表 到10月 所以让它酝酿在第三第四季 也更好 所以这一次来讲 就整体来讲 当然是不错 但是就以台积电 前面是台积电的股价 跑得太快了 所以你要以这个法说 来支撑它 就还显得不够 如果你像亏达 那个是50 60的文益笔 的盈与成长 那这个就更棒 但是我觉得也 就像你讲 不要一次反应完 一次反应完 就太美好的东西 太早打来 台积电要走到 逐步走 如果能够维持它 在12的速度 到15的盈与成长速度 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这次法人本来是 对于他第二季的净利的年增率 大概是评估是成长30% 就他公布是36% 是比法人预期的多一点点 但就像老师说的 你不是成长50%吗 也不是成长40%以上吗 但已经够优秀了 只是还没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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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优秀 主要是最近的股价跑太快 因为今年它跑得快将近 之前没有修正的话 快70% 对 所以这个速度太快了 所以相对这个东西 就被它盖住了 好老师 那我觉得地缘政治 这件事情有解吗 地缘政治 其实说有解 也已经有解了 也就是说 大家在调整调整当中 你有中 有我 我有中 有你 去摸出一套方式 就是以前 大家一直觉得台积电 不应该海外设厂 你的竞争力会跑掉什么 现在大家在台湾 就没办法中的办法 找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就满足了各个地区的 你要地缘 你要当地 就能不能及时的供应晶片 那张周某先生讲的 就是那你就要付比阿杭贵的费用 那让大家都各地都可以就近 比如日本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晶片 那日本的防空系统在美国 美国有很多的战机也都 基地也在那边嘛 所以就近补充你 美国也补充了 德国也补充了 所以看起来 差不多你在各地要设厂 只要政府愿意出钱 台积电也没有什么不能去的 所以现在已经在不得已的方中 找出了一个 你当时有顾虑 那我就满足你 所以看起来这个方式 台积电也在摸索 产生新的方式 所以地缘政治 你说有没有解 本来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但是 现在好像又找到了一个有解的方案 就是台积电 你看日本的厂 补贴人家补贴这么多 而且速度蛮快的 德国因为看着样子 台积电也可以给德国一个示范 你看日本配合得多好 所以你们德国加把劲 美国那是没有办法 可是美国的厂以后设计就是 你们要在新刚出炉的鼎太风烫包 是吗 可以 价钱贵一点 那就再商延商了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 顶多是在 川普的那个部分里头会亏点的 但是那个产能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目前不错 所以魏哲家的回应也很得体 我们海外扩厂计划不变 你事实上也必须不变 因为这个目前是一个蛮好的 一个解决方案 好老师 其实我个人一直有一个疑问 川普一直说 台积电抢了美国晶片业的生意 然后台湾应该付更多的保护费 给美国 那我的疑问在于说 可以啊 既然你要我们多付保护费的话 那台积电也许可以涨价啊 那到时候你的客户 我就转价给你啊 我把晶片的价格抬高啊 那不管是NVIDIA或者是Apple 他们要付的费用更高了 这样不是会进一步带动通膨吗 基本上来讲啊 因为川普是一个 我刚才讲 你要先了解他的结构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川普有这个需要 所以这个选举也 他需要这个舞台 需要这个言论 台积电配合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 也没有用不着去那个 但你刚才很聪明 你已经发现到一个重要的关键 其实对台积电没有影响 所以下次啊 台积电你会接到台积电的 另外一个job offer 可以扮演他们的 发言人的补充的一个东西 我不行我不行 好 等一下你刚才谈到一个问题 台积电为什么可以不担心 不要忘了就像你刚才讲 他是少数厂商 可以有转价价格能力的一家 真的是有一家 他只要向他们这个回答 AMD高通博通什么通都可以 拍拍肩膀 说你们老大要涨价 你也知道我们没办法 所以每一个人分摊 这个价格就过去了 对吗 然后那是你们老大的问题 你们每一家公司的lobby 就是国会的优秀员 或者你们共和党 不管是谁当权 你再去跟你们老大去谈事情 所以严格上台积电的毛利 我认为他可以控制一个 只要他们那边涨价 台积电是少数 因为他技术领先才能有够 如果台积电不是那么优秀的话 这个转嫁能力是弱的 那台积电我认为这个转嫁能力是不错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川普讲归讲啊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美国是全世界实施总统制 唯一几乎唯一是非常成功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他就被定位了 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的话 他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他不是像一般国家是 一开始没有这么注重 所以很多立法院行政院或什么东西啊 这个国会或者这个司法单位 经常都是行政独大 其他都是在帮助他 因为美国不是 美国一开始啊 他的国父们 他不是一个国父 他是一堆国父们 华盛顿 你看富兰克林 包括他汉米尔顿 这些人他们都是共同在起草 你可以知道 那个将近快一百多天 在那个废城那个那边炒来 搞成那个东西 他们一开始就这样知道 总统你只有三分之一蛋糕的权力 司法三分之一 然后行政那个立法院 国会 他是一开始就让总统 你只有三分之一蛋糕的权力 有时候多会多到一半 我很少看到他一半 我们举个例子吧 上次不是川普一当选的时候 要求这个中东国家不能入境 很多选民 拿到签证都不行 美国政府已经发了签证 他可以中间用的 结果呢 华盛顿州的一个总检察长 提出抗议 法官裁决 这法官是哪一个 共和党的 是他们同一党的法官 裁决命令无效 然后一瞬间 全美国所有各州都实施了 你只要拿到签证 签证已经给你了 我怎么可以顺便给你取消呢 没有道理 可以让你入境 你可以看到没有 所以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 就可以创变成全美国 这是第一个 他蛋糕只有三分之一 第二件事情 他这次补贴台积电是 66亿美金 100亿的贷款 66亿美金 如果川普后悔说 把你取消 66亿 那美国的续域 在全世界可能损失 660亿或6600亿都不止 因为你已经答应了 就像那个签证已经批准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大家紧张的议题 这也是难得最近 可以让台积电这样下来的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台积电的前阵子股价涨高了 所以现在因为在本益比35 33这么高的位置 他除非都是只要有一个风吹草豆 下来是合理的 所以川普当选会不会影响台积电的金元补贴 我认为机会会小 但是机会不大 喊一喊然后之间台积电搞不好说 那他要你台积电你这样子 你再多盖两座厂 那台积电说那可以 你再多补贴个50亿 所以这边就会形成一个东西 所以川普就像你刚才开始讲的 极为聪明的生意人 他也知道台积电不进来也不行 但是台积电也知道 去就去 该涨价的时候就跟每一家涨价 然后让国会议员 去处理你们老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取消晶片补贴 我认为机会小因为代价很大 因为损失的这个美国的信誉 那你就真的没有资格 说好的补贴最后一本家拿回来 这个我想违反了全世界的这个领导者 各种东西 所以我认为把它当作政治议题 还有最近可能让小资族可以比较 机会有比较低的机会买到台积电的一个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其实呢 川普就是充满了政治语言 那当然呢 他一连串的发言对台积电的短线的走势会有影响 但实质上呢 对他的获利的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那反而呢 短线上会造成一些风吹草豆 那股价有拉回了 如果你是中长期的价值型的投资人 是一个上车的好时间点 对 基本上但是希望大家进场的时候不要一次all in 采取我们讲的微效曲线的方式 渐进的滑进来 比如说可以分10次10个月 但是每跌5%你可以再多补一行进来 如果多补个跌个2-30% 你将补进来我想是这样的 微效曲线滑进来好吗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翠右上老师 我们马上进行下一阶段的讨论 好马上欢迎第二阶段的大来宾是资深飞师林幸福 幸福你好 好 天理姐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这一波台股下跌的速度之快 真的是超乎很多人的预期 好我们看到礼拜一录影的当下台股呢 依旧是持续大跌 一度是跌了700多点 那么收盘的时候呢 是收在22256点 现在大家都在观察的是 继线22139点 能不能够成为强而有力的支撑 我不知道幸福你怎么观察 好的 其实确实如同刚彦丽姐讲的 这一波其实来得又急又快 那从上礼拜 这个台积电法缩税之后 其实本来市场预期 其实讲的还不错啊 其实我觉得分数蛮高的 至少890分吧 那只是说刚好又遇到了 整个这个美国的政坛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特别是原本民主党的参选人 这个拜登的部分 在周末的时候 他也宣布说 他可能身体状况因素 健康因素 所以他决定要退选 所以可能也让整个 这个美国的一些股市 受到政局的一个影响 那就大盘的角度来看 其实礼拜一还蛮巧的 就是呢 他大概就是杀到 接近这个季线的位置 22139 然后呢 我记得盘中最低是22130 就是刚好点到那季线差不多就开始反弹 当然这个反弹幅度还不是非常的明确了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毕竟从上周开始 这一波回的又急又快 那其实 严格说起来 大概已经回了快2000点 来的又急又快 所以呢 有可能在短线集叠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技术面的反弹 那这个反弹也会来的 又急又凶又猛吗 嗯对 那只是说呢 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我们刚好看到 这边有一个这个大盘的周线 你可以发现 其实从去年大概1112月开始 这一波上来的过程里面 除了4月份 有一个小小的黑K棒回涨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它其实也是走得又急又快 所以呢 我觉得哦 这一波刚好就是来修正 技术面一些过热的指标 还有呢 就是筹码面 之前大家都觉得买了就会赚 那甚至呢 还有很多券商 之前传出来说 就是那个 不限用途的 这个直压 听说额度都被借满了 有 我其实有看到 FB上大家都在传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就想说 好像股市只涨不跌 然后听到周围很多亲朋好友 之前可能台积电500 600 700 800 就一路买都一路赚上来 到最后都觉得 好像是不是要 之前没跟上的 是不是这边呢 这个要把这个资金放多一点 才有办法追上这个 其他人的这个获利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啦 可能他必须要 先来稍微调整一下 过热的这些所谓的技术指标 还有筹码指标 那相对比较有趣的 我有统计过 过去这个美股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也是同样在第四季呢 第三季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所以我想这个也可以同步来去做观察 好 所以那 西夫我再进一步请教 所以你认为这一波台股多头的架构结束了吗 如果就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一波的景气循环还没结束 所以呢 如果是看中长线的朋友 我觉得这一波修正完之后还会再往上涨 但是如果是以短线的角度来看 就我们刚刚讲的 要修正过热的技术指标跟筹码指标的话 那短线这个盘我预计啦 以时间来算的话可能会以五到八周 五到八周 对对对五到八周 因为刚好这一段时间也是这个 美国他们在决定到底共和党民主党 谁要出来选 或者说到时候民调出来 谁的胜选几率比较大 也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政坛 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兵荒马论的情况 那当然对于美国大部位资金的投资人来说的话 就像有时候我们这个台湾的政坛 比如说总统大选之前 大家会啪啪说 到底谁会赢不知道吗 那这个时候呢 大部位资金他可能就会先听看听一下 对是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还需要五到八周来消化跟整理 然后之后可能会更明确的往上走 或者是 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待会我们讲到台积电就可以更明显 所以你的意思还是多头的架构不变 但需要五到八周 需要时间来消化跟整理 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第三集就是一个震荡行情啦 是没错 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的序列是非常久 1950到2022年 其实这个横跨的时间呢 是超过了70年 那我们可以发现 每年美股呢 这是以标普500指数来去做统计 你可以发现 很奇怪哦 到第三季就很明显的掉下来 他的平均涨幅只剩下0.7个percent 然后每年最好做的 其实观众朋友记起来 从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 就是大概11、12月 公布完第三季的财报之后 到隔年的4月 这段时间呢 基本上只要当年度行情不要太差 都可以是做一个比较好赚钱的时候 但是进入第三季很奇怪 他的平均报酬率就只剩下1个percent不到 然后呢当然几率是差不多6成 但是第四季很明显的 他的上涨几率是高达8成 所以从这张图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我们抓这个5到8周 因为5到8周就是刚好把第三季的这个时间呢 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5到8周的时间 好所以第四季的行情 值得期待 那我们就在混乱的第三季里头呢 抓住一些赚钱的一个机会 好那当然就是 接下来美股七雄的财报会牵动台积电的走势哦 因为其实这一波呢 比如说像老谢谢金河先生就说 台积电这样修正也合理啦 毕竟呢 美国的科技股都在回跌 对那其实这个礼拜开始 从这个Alphabet 还有包括特斯拉 微软等等一系列这个财报都要公布 当然压轴就是8月28号 8月底的这个挥打 那你可以发现其实这里面的大多数的公司 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 其实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那今年其实呢 可以说就是他们讲的这个美股七雄啊 这几家公司呢 再带着美股往前冲 所以呢这几家公司如果说 财报开的还不错 那再加上最近股价刚好已经有拉回整理过了 刚好是一个转折点出来的讯号也是说不定 因为刚好这次台积电的法说会是在高点附近 所以呢 即便讲的不错 好像大家觉得 可能还是先卖一趟先获利了结 所以有时候他先整理过 然后数字开的好的话 反而不失哦 是低档区一个转折的讯号 好所以那我就直接请教信夫了 其实呢 台积电法说结束之后 外资的报告都看得很正面啊 不停的调高目标价 甚至呢像花旗预估2026年台积电的EPS是76块 那其他外资也普遍都有估60几块 那以目前的价位来说 不贵啊 不贵啊 所以台积电 九字头的台积电是可以加码吗 还是再等等啊 我觉得其实 待会我们看计数面会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明确的这个 什么时间点比较适合低接 但是呢 我们就这个 目前各家法人的预估来看 其实目标价基本上都是上修的 这个法售会结束之后都是上修的 而且呢 EPS大概之前是39接近40块 法售会开完之后全部都上修到40块 然后呢 2025年就明年也全部都在50块以上 当然2026年比较远啊 然后花旗这个目标 这个EPS也比较突兀啊 其他大概都60几块 就微股他到70几块 但是再怎么算 也是一年比一年好 所以呢我觉得台积电我们之前讲过 好的公司虽然短期之内 他可能遇到一些 这个股价涨多的修正 但是拉长时间来看 我觉得反而是空手或之前没买到 这个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长线 就像狗与主人的那个比喻嘛 这个狗狗有可能跑的太快 然后跑离主人身边太远 他又慢慢跑回来 那只要主人的方向是往 这个景气 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 狗狗跑回来之后呢 还是会维持往前的方向走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 目前各家法人机构 对于台积电的展望 不管是今年明年甚至后年 其实看法都还是比较偏乐观的 所以这次台积电的这只狗跑得太快了 对有点跑得太快了 所以呢 这个跑的速度稍微回来一点 反而是个好事 是给大家上车的一个时间点 那幸福接下来怎么给大家建议 因为特别是有一些观众朋友 他本来就想持有台积电 跌到人性都是这样 台积电跌回到900多块 就想说会不会跌到八字头 那我等800多或700多再来买 还是说幸福会觉得说 就分批往下摊 我的看法 这边先给大家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台积电 今明两年 甚至包括像2026年 营收跟获利还是会持续生长 所以呢 它的基本面中长线是OK的 只是说呢 股价它从去年11 12月一路涨上来 我记得是从不到600块 最高涨到1080 其实涨了8 90% 接近一倍 所以呢刚好趁这一次美股拉回的时候 它可以修正过热的技术指标 跟筹码面 所以这是一个 再来的我觉得预期 大概股价可能会在月线到 季线这个位置 其实它大概就是1000到900这个中间 那大盘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 已经有碰到了季线 那上次为什么4月19号往下集叠之后呢 它可以马上往上走 很简单 因为其实它那个时候 已经很靠近季线了 那这一次因为在法术会之前 已经拉了很大的一段 其实季线的瓜里真的有点大 你从去年看上来 其实台积电真的只要季线 每一次瓜里过大 一定会开始横盘整理 不然就是要拉回 横盘整理就拉回 那这一次刚好 在高档区法术会之后呢 季线的瓜里有点大 所以我就觉得 接下来可能会在 季线到月线这边 来回正章去做整理 如果大家要接的话 第一个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说 可能需要5到8周的整理时间 所以请大家 第一个你不要说 用借钱的方式来欧印 上礼拜就还是上上礼拜 有那个网路上文章说 他买了1060还是1070 1070我有看到这个文章 而且他说他用的这个利率是13% 13%真的有点贵 这个一般的信贷 好像也没这么高 他这个可能资金的用途上 是这个利率比较高的 那当然他就会有压力 这是一个 再来的话 也避免去用所谓有杠杆的商品 比如说什么选择权 这个个股期 权证这种 因为他有时间价值的问题 所以当这5到8周 即便他时间结束之后 再往上涨 可是你买的这些隐身性商品 可能那个时间价值就吃掉了 这是一个 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建议是分批布局 比如说 假设观众朋友 你想买100股 那你可能分做3到5次 那你就设定 月线到季线这个位置 你可能切成三等份 或切成五等份 到价你就挂在那边等 到价就成交 到价就成交 我是觉得 以过去我们观察 如果他是走在一个 景气循环的上升期 其实正常来讲 他不会跌破季线 从去年开始 你看 即便有短波月线 或者说回撤季线 可是台积电 真的从来都没有跌破季线 那我们刚刚前面看过了 除非全部的法人机构 全部的外事都看错 认为说 台积电明年可能会衰退 不然的话 我觉得季线应该 有机会来接近 但是不会真的跌破 所以为什么 我是抓月季线之间 你可以分批开始 而且比如说 分成三到五次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好 其实 散户就是这样啦 就是说当股价 在持续不停 往上变高的时候 大概就是 越喊越高的目标价 比如说一千六两千块以上的目标价 那现在跌到了九百多块 大家就想说会不会跌到八百多 那我帮观众朋友请教一下西夫一个问题 所以有机会再过1080 应该是很大的几率吧 我觉得只要拉长时间来看 只要第四季 美股又重新回到多头 比如说11月5号 美国总统选完了 到时候呢 不管谁上任 一定是也要大张旗鼓嘛 要这个新冠上任 一定要释放很多利多啊 说不定像川普很喜欢降税嘛 到时候可能又是 企业上的一个大利多 那整个景气的一个巡软 还在往上走的话 对于台湾这些 特别是跟美国高科技股 连接性比较高的 我觉得其实反而都有机会 那重新占为一千块 我觉得在这一波 五到八做整理完之后 其实还会再度见到 台积电成为千金股 好 所以呢 西夫对于台积电是有信心哦 那对鸿海 你也投下赞成的一票吗 鸿海的部分 其实他的走势呢 我觉得就可能会比台积电 稍微辛苦一点 因为一个是组装代工 他的毛利率跟台积电 毛利率是差很多 不能比啊 对对对对 当然第四季 他也是有出辉达的 这个GB200的订单 不过呢 他的订单除了他之外 还有广达 可能还有其他厂商 所以跟台积电 一家独单的情况 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反而觉得 他整理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或者说 他拉回整理的幅度 可能会比台积电 可能还带来的多一些 所以呢我是觉得 如果观众朋友 要去布局鸿海的话 也是分批去做布局 会比较好 那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一样我是觉得 跟台积电类似 可能就先抓 月线到季线之间 但是如果说 鸿海跟台积电 两家公司 给我选的话 我觉得站在 产业竞争力 或者说站在 他的一个 独特性 技术的领先族群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 同样的资金 我会放在台积电身上 我会觉得比较有机会 好 所以像我有很多的同学朋友 他们是 鸿海的成本 平均成本是在100出头 这些段就是 可以先挺立一趟 然后去买台积电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 好 那接下来呢 还要请教幸福的是 大家都说 大盘这样几叠 就是弯腰减钻石的 好时间点 所以呢 还有哪几档股票 是幸福非常推荐跟分享的 好 那因为最近主要美股回档 是高科技股 涨多的 今年以来 涨多的高科技股 所以呢 非电子的部分 可能最近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今天是挑了两档 这个传产类为主 非电子 那一个是 这个9945的润态新 因为 截至上周五为止呢 外资跟投信 都是站在买方的 而且今年以来 他的股价 涨幅也比较没那么大 上个礼拜 还刚刚创下了一个短高 这是一个 那外资跟投信的 筹码也是开始 有出现回补 那主要 我觉得第二季财报 是可以预期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除了本身的 这个营件 我们知道今年房市 非常的热 太热 太热太热 热到夸张 热到夸张 那除了他的 营件本业之外呢 他还有一块 非常大的 占他的这个 财报一个非常大的 比重就是 南山人寿的投资 他是南山人寿 最大的法人股东 那其实 这些金控或 这个人寿公司 他们财报都已经 结出来了 这是上半年的 包括六月 单月字节 跟上半年的存益 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今年 富邦跟国泰人寿 就是一路一路一路涨 到上礼拜 其实都还在创新高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今年 上半年的获利 你看一个增加快一倍 国泰甚至增加了278% 第三名就是南山人寿 增加63% 那大概 润泰新 持有南山人寿 是20到25%左右 所以呢 当这个财报 已经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预期 他的转投资收益 在润泰新 第二季的财报 也可以反映 所以呢最近呢法人机构呢 也开始回过头来看 而且股价 因为他前两个压力 刚好有突破 那是因为这两天盘不好 他有被拉下来 如果有再回到这个月线 这附近的话 如果要低阶 我是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对 而且就我的理解 其实他们旗下的建案 销售的情况都很好 都还不错 然后旗下陆续续 会入账任列 对 大概每年平均 大概建案的部分 都有100亿左右 所以算是还蛮平均的 那再来的话 其实他主要一个获利 就是看南山 因为前两年不是因为 这个联准会暴力升息 所以那段时间 人寿公司持有的债券 都是狂跌 所以那段时间 什么润泰新润泰权还传说 会不会被下市 哇禁止跌很多 可是现在9月不是要降息了 所以当初的利空因素 有可能反过来 一旦正式降息之后呢 人寿公司手上的债券 价格就会大幅度的回升 那这个未实现损益呢 就会一样 回馈到润泰新 或润泰权的身上 那当年的差一点下市这个危机 其实刚好现在就是反过来 成为他一个利多 对而且幸福 你知道还有一个菜市场的 这个谣传啦 就是NVIDIA的研发总部 到底在哪里呢 大家都说 极有可能就是在润泰新的上班 那润泰新是不予置评 是没错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底彩 是没错 那国头 是那最近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外在大环境 就是特别是美国 这个不管是政局 或者说是股市动荡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台 看一些内需的题材 因为毕竟像很多 比如说像电力股 最近虽然有回 但是实际上跟科技股比 也比较稳 所以呢 就代表说 政府这个资金拨下去的同时呢 其实啊 这个不管外在环境怎么变化 政府的预算还是要花 那除了电力股之外呢 其实啊 台湾 我们不要看是四面环台 其实台湾很缺水 因为我们这个雨一下 如果你没有一些好的 把它留下来的话 其实水就直接流到海洋里去了 那最近为什么 这个很多高科技长 他们来台湾设厂 就是除了电力需求之外 水的要求 他们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像国统来说的话 其实他之前 最高有飙到接近100块 后来拉回整理了三个月 最近又重新回到了基线上 而且一样哦 外资 投信之前都没买过 最近开始布局了 那这个是他之前 在法作会上的资料 2024就是今年113年 他的手上新接的得标 这都是政府标案 已经超过了110 1191 这是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后面啊 他在5月27号又公告了 他有拿到台南的海水淡化厂 这个合约金额加起来之后呢 是高达231 那当然这个又再装新高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科技股比较动荡的同时 如果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呢 往非电子股 往传产股来去做避险的话 那这些只要他的未来营收 他已经确定有接到政府的标案 其实他的这个营收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预估 或说他未来几年 可能营收的成长动能就会不错 所以我是觉得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科技股可能大家好的公司 稍微有点耐心再等他一下 但是呢 资金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他还是会希望找到近期 比较不受到国际股市或国际科技股下跌修正影响的这些内需为主的个股呢 可能会成为短线上资金的避风港 好也就是说其实资金在轮动 然后类股也在轮动 希望大家呢 按照自己的风险成熟度来做不同的配置 好今天非常谢谢幸福 也欢迎观众朋友留言给我们哦 现阶段的台积电 大家会抢折要来加码布局吗 以及大家认为现阶段有哪些钻石骨可以来弯腰加码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